虽然最近地缘局势危机抢占眼球 黄金的暴涨一度被认为是避嫌买盘支持 但万万没想到的 其实黄金多头幕后大boss 原来是特朗普 市场都被特朗普耍了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3日星期四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星期的新闻回顾 虽然临近复活节假期 不过周四仍不能掉以轻心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突发事情 当下拥抱黄金仍是最佳的选择 昨天纽约时段特朗普再放嘴炮 声称美元过强令美国难以竞争 特朗普周三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表示美元正在变得太强 他宁可美联储保持低利率 今年1月美元指数大跌2.6% 创下了1987年以来最差的1月表现 而1987年正是里根执政时期 当时里根主导了美元的贬值 以应对飙升的日本货物进口 而他也被市场广泛拿来 与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做类比 此前有分析认为 1月美元的贬值的最大推手 正是刚刚上台的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及其团队打破了过去20多年以来 美国总统对强势美元政策的坚持 1月17日特朗普在正式就职前亲自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 明确地提出 强势美元正在将我们推入深渊 这一罕见的表态立即引发了敏感的全球媒体的极大关注 针对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 俄罗斯昨日直接表达了不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出警告 类似事件不应再度发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拉夫罗夫在闭门会议前 似乎直接向美国发出了警告 称我们认为 不要让这些行动再次出现非常重要 普京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俄罗斯和美国的信任水平有所恶化 叙利亚局势危机引发黄金连日来避嫌买盘支持 需注意留意该地区最新的情况 此外虽然临近复活节假期 但今日市场对地缘局势依然不能太过放松 小心突发情况的发生 有分析师称 预计多个地缘政治局势短期料难以缓和 短期市场做多金价的信心受到提振 因此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1300美元的关口 尽在支持 据彭博在市场对全球安全风险及亚洲中东地区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推动下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创下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指数又被称作恐惧指数 它在四天时间里大涨22% 而美国及全球基准股指同期内级无变动 避险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Rag Bank首席顾问Jeff Roditz 称 黄金是避险资产 已是本世纪表现最好的资产 自从2001年夏天以来 黄金上涨于320% 表明投资者尝试通过黄金来规避市场的不确定性 面临特朗普执政四年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黄金可能轻易触及 美昂斯1400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